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天善的星星闪烁在夜空里 长留在记忆中 发动对电影《武讯传》的批判 开始有意让江青参与文艺事务 江青得到了电影界 乃至文艺界的主管权 从此以后 江青在文艺界的权威 是一发不可收拾 是 那后来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好 咱们接着说 1951年的5月20号 在江青一系列背后动作的影响下 毛泽东在中共的机关党报 《人民日报》 发表了亲自修改审定的社论 批评电影《武讯传》 批判《武讯传》呢 那有什么借口吗 有啊 毛泽东当年不是号称 农民运动起家吗 毛认为 《武讯传》否定了农民起义 所以应该算反党的大毒草 反党 这不是报稀有的罪名吗 就是啊 当时呢 赵丹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1951年夏天 江青参加了《武讯历史》调查团 亲自带队到山东贯县调查 回到北京以后 江青专门主持了 对电影《武讯传》的批判 宣称 要判处《武讯》和电影《武讯传》死刑 判死刑 这也太荒唐了吧 是够荒唐的 1951年7月23号 江青用笔名李进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 《武讯历史调查记》 那之后呢 电影《武讯传》一夜之间 成了全国批判的对象 《武讯传》也成为 中共见证以后的首部禁片 紧接着孙渝 赵丹等人 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大帽子 与此同时 对《武讯传》的全国性大批判 快速升温 很快就发展成了 中共见证以后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 这场运动从电影界发起 横扫整个思想文化界 时间呢 持续了一年多 太恐怖了 确实恐怖 在《批判武讯传》运动的初期 赵丹每天在外面被强制地参加各种 以批判他和这部电影为主题的大会小会 可以说呢 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结束了一天的痛苦折磨以后 被放回家 赵丹有时一进门就大喊 我想不通 把我打死也想不通 在那个时候他还敢说想不通啊 他够大胆的了 是 而且也够危险的 不过呢 赵丹的态度很快地也变了 架不住全国范围铺天盖地的批判 各种指责谩骂一起向他压过来 赵丹也是被彻底闹糊涂了 他怎么了 他开始主动地否定自己 那时候呢 赵丹再出门 遇到的情况 跟当初武勋传火的时候 已经彻底地反过来了 见到他的人 不但没有了对大明星的尊重和羡慕 代之以鄙视厌恶和避之唯恐不及 亲爱的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正在为您讲述 电影皇帝赵丹的故事 据说赵丹有时候出门坐公共汽车 售票员见到他就说 你还没有被抓进去啊 这人也太恶毒了吧 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都是共产党灌输的仇恨嘛 这之后的整整五年时间呢 赵丹不能参加任何 跟电影创作有关的工作 最后直接被下放到了基层去改造 一直到1955年 赵丹才终于获得了一个 在电影《为了和平》里 出演教授的机会 心有余悸的赵丹 给自己定了个框框 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 一朝一世 一举一动 都要体现阶级的特征 结果按照这种指导原则 拍出了他一生中最不满意的电影 都倒退到演话剧之前的水平了 嗯 这也是迫不得已 不过在这之后的将近十年里呢 被认为经过了思想改造的赵丹 重新登上了荧幕 而且呢 演技也慢慢地恢复了 陆续主演了 李时珍 海魂 林泽徐 聂尔 青山恋 还有《烈火中永生》等电影 60年代初呢 电影《鲁迅传》开始筹备拍摄 赵丹非常渴望能够扮演鲁迅这个角色 为了演好鲁迅呢 他留起了鲁迅式的长胡子 穿着逐步长衫 走路说话 也处处地模仿鲁迅 他入戏真快呀 是 不过呢 他没有想到的是 正在这个时候 文艺界突然刮起了一股寒流 一个口号 大写十三年出现了 大写十三年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口号呢 是1963年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柯庆施提出的 柯庆施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说 今后在创作上 作为指导思想 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金博古 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 要写活人 不要写古人 死人 其实呢 何庆施是摸清了毛的喜好 他提出歌颂毛主政的十三年 用大写十三年口号来迎合毛 正好那段时间呢 江青提出的批判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 牛鬼蛇神 这个意见呢 在中共中宣部 还有文化部受到了冷遇 江青是恼羞成怒 他跑到上海跟柯庆施一起 建立了一个文艺革命试验基地 正是在那儿呢 江青认识了张春桥 原来是柯庆施介绍江青认识张春桥的呀 没错 就是他 这之后不久呢 江青又把柯庆施介绍给毛泽东 于是呢 柯庆施向毛提出了 宣传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江青的企图呢 非常直接 用行政手段迫使文艺工作者就范 为毛的路线歌功颂德 看来文艺界的人要遭殃了 一点没错 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呢 把历史题材全部一刀切地砍光 不光是古人死人不能写 连活的洋人也不能写 就这样呢 赵丹扮演鲁迅的愿望也破灭了 1966年中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赵丹成了被专政的对象 红卫兵抄了赵丹的家 第二年12月 赵丹被投入了监狱 黄宗英后来讲述了赵丹被捕的情况 他说 被捕的前几天 赵丹被上海青年化剧院的造反派 独打了一顿 他们在皮手套里放上硬东西 一边抽赵丹的脸 一边说 看你还想不想上台 黄宗英说 他们这样打他就是要破他的相 几天以后 一辆吉普车把赵丹抓走了 不久呢 赵丹的眼睛又被打坏了 太灾人了 是啊 当时赵丹被两个公安夹着带走 蒙上眼睛往小汽车里塞 不准抬头 押送他的车开到一个地方停了下来 赵丹能听出来那里是一座监狱 赵丹被推进单间的牢房 扔到地上的时候 眼罩被解开了 借着高墙上微微的灯光 赵丹瞥见自己被扔在水泥地上 一块染着血的草垫子上 可怜的赵丹 赵丹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二十年前的1948年 他扮演电影《丽人行》里的革命者张玉良 实景拍摄被投入监狱和上行的情节 正是在这个地方 二十年后 那个看似虚拟的情节 已经变成了现实 真是人生如梦啊 确实很感慨 当时刚进监狱 赵丹就听到这样的命令 不许再说自己的名字 你是139号 139号就是你的名字 这之后的好几年时间里 赵丹一直被单独关押 后来出监狱的时候呢 说话都已经变得迟钝了 嗯 单独关押 不许说话 这就是中共折磨人的一种手段 有人真的被逼疯了 是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承受不住这种折磨 自打被关进去之后呢 赵丹被逼着每天是没完没了地 写交代材料 写检查 进行自我批判 自我贬低 他要交代的时间跨度很大 事情非常多 从30年代从影的经历到抗战时期 他在新疆被盛世财关押的情况 释放以后返回重庆的演出活动 以及文革前17年里的文艺活动 赵丹还被迫交代 演出武训传 李时珍等电影的全部过程 包括当时脑子里想过的想法 也要一五一十地交代出来 这也太难为人了 谁一整天把自己的想法记得清清楚楚的呀 就是啊 不过呢 中共政治运动一直就是这么折磨人 那时候赵丹经常被提外审殴打 打手们站在房间的四角把赵丹打过来打过去 有时候打手们把赵丹绑在牢房的床上打 经常是打过了以后 第二天或者隔天就拉出去斗 赵丹每次回来总是鼻青脸肿 伤痕累累 太惨了 在监狱的日子里呢 赵丹时时刻刻都是提心吊胆 唯恐一不小心犯错被惩罚 有一回看守查房 搜到了几张小纸条 那是赵丹在新疆坐牢的时候 从关押在一起的囚犯那儿学的一种抓丘算卦的游戏 上面写着出得去或者出不去 抓的人呢 总是盼着能抓到出得去 只能靠抓丘给自己打气消磨时间了 哎 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赵丹不是一个人被关押吗 那是极度的孤独寂寞 所以呢 他就一个人玩这种游戏 当时赵丹看到看守搜到了这些纸条 特别的紧张 他把共产党找茬做文章 就下意识地抢过来撕了 结果呢 这个行为被定性为不老实 赵丹被严厉地勒令写检查 这都要写检查 这检查写什么呀 这么写的 大前天 我又在胡画小字条被解放军战士发现 来屋里大搜查 不知从哪个角落搜到一些小纸片 我当时想 这一定又是前一阵胡思乱想 猜测革命群众对我的态度一类的东西 反正写的没有好的思想 可我现在已将从前的坏思想都彻底地批判掉了 从根刨掉了 如果现在再把小纸条交上去 岂不是又将事情弄复杂化了 一定说我现在写的思想汇报是假话 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 所以我就不顾解放军同志的阻拦 把小纸条抢过来撕掉了 其实当时根本没有看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 都恐惧得条件反射了 是 他后边还说 解放军战士对我进行了帮助性教育 事后我越想越觉得感激这位可爱的战士 感激这位年轻的毛主席的好战士 他对党的任务负责与对我改造负责的一致性 是多么的值得敬佩和应该向他学习的呀 在此我认罪并恳请宽恕 赵丹被逼得只能说这种讨好的话了 是 赵丹的人格呢就这样被扭曲 尊严也被玷污 他度日如年慢慢地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当然了作为一个曾经活生生的人 一个艺术家 在被无休止的羞辱 折磨 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呢 他也会情绪失控 说出几句平时不敢说的话 他说什么了 有一回赵丹被罚写检讨 他越想越生气 这样写的 我的面前到处是可怕的 黑洞洞的陷阱 我感到绝望了 我还有什么出路 前途可言呢 这种种莫须有的事 根本就是你们的多疑 神经过敏 实质是你们的 以己之心夺人之父的错误判断 都硬是朝着我的头上来安 硬要我来自发地承认 这条严重的罪行 这能使人相信 你们是为了我的前途 和我的儿女们的前途着想吗 赵丹真是忍无可忍了 可他脑子很清醒啊 就是啊 再往后呢 看赵丹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了 中共的专案组就要求 他倒着写年份 月份 日子 终点交代 也就是说 从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号 半夜十二点开始 往前回忆着交代 这么变态 就是啊 赵丹写了两天以后 早上起来就摔跟头 呕吐了 他真的是被折磨得临近崩溃了 所以他在交代材料里 开始骂专足 比法西斯还法西斯 真的 是 赵丹骂得最厉害的几页呢 后来被从交代材料里边撕出去 这本交代布也成了缺页的交代材料 据说后来赵丹的小女儿有机会看到了这些材料 她是彻底的震惊了 赵丹的炼狱生涯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尽头呢 接下来等待她的又会是什么呢 听众朋友 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电影皇帝赵丹的故事 欢迎您到时收听 好的 听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